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約外長會議在昨天及今日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 會議聚焦俄烏局勢 除北約成員國外長 烏克蘭、芬蘭、瑞典、格魯吉亞、歐盟 以及北約亞太夥伴澳洲、日本、新西蘭 以及南韓也派代表出席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前日在北約外長會議前的記者會上 批評中國不願意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並稱中國已加入莫斯科 一同質疑全球各國選擇自身道路的權力 他表明北約將尋求與亞太夥伴 深化軍備管控、網絡安全、混合戰略 與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北約將在外長會議上就今年6月 北約峰會的新戰略概念進行討論 斯托爾騰貝格說 新戰略概念將引導北約成員國 適應新的安全現實 包括應對俄羅斯侵略行為帶來的影響 以及北約與莫斯科往後的關係 去年6月北約峰會後 北約公布首次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挑戰 斯托爾騰貝格說 北約將會首次考慮中國增長的影響力 與國際上的脅迫性政策的挑戰 新加坡聯合組報引述學者分析認為 北約這次表態比起以往更加明確地 將中俄放在一起 美國自特朗普執政時期 就將中俄視為是同一陣線 而北約在俄烏衝突後 立場進一步向美國靠攏 預料北約將會加強與日本 以及澳洲等國在亞太地區的軍演 及情報交流等合作 但這樣不會對中國帶來顯著影響 因為北約在亞太的資源不足 有國防與戰略研究專家就指出 北約並不像對俄羅斯一樣 將中國視為安全威脅 北約不至於將中國滑入俄羅斯陣營 而是對中俄不斷增強的關係越加警惕 並擔心俄羅斯陣營會形成 分析預計 亞太國家將謹慎斟著 他們與北約的互動 因此俄烏衝突對亞太的衝擊 主要在經濟領域 對該區域的安全局勢 不會帶來太大影響 以南韓為例 南韓是美國傳統的夥伴 但向來只是局限於在朝鮮半島 與美國進行聯合軍演 並抗拒參加任何朝鮮半島以外的 美國軍事行動 中國與北約的關係 在俄烏衝突之後越加緊張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 批評北約新戰略救賞 是冷戰思維再現 希望北約以客觀、積極 以及開放的態度看待中國發展 好了 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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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